经常听到身边的男生抱怨找不到合适的女朋友,问其原因,总结起来就是觉得现在很多的女生都太俗不可耐了,没有内涵,所以没有办法发自内心的爱上她们, 甚至感觉和她们在一起,还不如自己达身过得好,俗气一般是不懂得独立思考和理性思考的具体表现,言语出笔,思想龌龊,同时无趣有没有自己的想法的人男面前的俗气,一辈子随波逐流,跟随大众,却不会分辨是非真假,那么女生的哪些行为会让自己显得俗不可耐,可能会影响到自己找男朋友呢? 网友们总结了一些观点,认为女生最好避免自己变成这样的人,这样的女生相信大部分男生都觉得没有办法和她们谈恋爱吧,即使两人已经是男女朋友了,也许也会很快分手,毕竟谈恋爱谁都想开开心心的, 不是来掌约的,避免变得俗气,不是让你不食人间烟火,而是需要你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有清醒的认知,不要搬弄是非,见不得别人好,不要习惯用最大的恶意去闯毒别人,还有应该学会自己思考,通过正确的三观来分辨是非对错,以及决定自己的人生, 虽然没有人能够完全脱俗,但是还是尽量避免自己,成为别人口中俗不可耐的人吧。 毕竟如果是个女孩子,以后谈恋爱或者结婚,你的价值观和对人生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你择偶的眼光,因此要树立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,不要被现在的一些没饮料的鸡汤洗脑,毕竟如果没有自己的主心骨,找的男朋友三观不正,到时候成本后果的却只有自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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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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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